你好 在昨天那期节目里面 我第一次走出了我的书房 在车子里面跟大家录像 边开车边录像 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 但是这是我走出书房的第一步 在那期节目播出以后 我收到很多观众给我的反馈 其中一个提醒我注意安全 谢谢大家 我一定会的 第二个就是好奇 我在车子里头是怎么拍摄的 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就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通过什么样的设备 在车子里头拍出昨天那样的效果来 大家看 其实非常简单 在我的前面 有一台三星Note3 这个老的手机 我讲这个手机啊 我微信朋友太多都家暴了 就是旁边面板已经脱胶 已经开了 能看见里头越开越大 我不知道这个手机哪天会报销 那么这个手机有个特别好的功能 它有画中画 就同时可以拍摄前后两个镜头的这样一个功能 你看在这个地方你能看见我的小的大头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后面那个摄像机拍的是车子的前面 而且这个画中画的方式啊 可以有好几种配 也可以有融合式的 有窗口式的 还可以像邮票各种 大概六七种 供你选择 这个画中画的这个窗口 可以让你移动 可以在左上角 右上角 四个角 或者是悬浮在空中都可以 没有问题的 很方便 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 这个相机太老 它只有720p 没有办法拍成1080 所以我昨天呢 是后期制作的时候 作弊了 把它做成1080p的 原始的这个素材拍的是720p 那么你看 我在车子里头用的一个架子 就非常简单的 这样一个吸盘的 在玻璃窗上面 这个架子 可这么简单 我试了好多不同的架子 这是唯一一个 我现在留下来可以用的 第一 这个吸盘巨大 一般的这个架子 都没有这么大的吸盘 吸盘大 它就稳 这个稳呢 不仅仅是想你能吸得住 而是在车子行驶的过程当中 不能震动 更不能共振 第二个呢 它这个悬臂 在这个地方非常牢固 如果悬臂不紧的话 也会产生震动 出来画面就不能看 我前面试过好多种不同的架子 最后选中了这一种 还是不错的 那个呢 我讲一句 我还是稍加改装的 这个地方呢 它不是非常紧 这个铰链的地方不是非常紧 我把它拿下来了 在里头加了一点点塑胶片 然后我拧起来 现在就完全紧致 它不会任何的震动 看昨天的画面 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收声的问题 昨天的声音呢 我讲了不是非常理想 因为我在后期想做字幕的时候 辨识力比较差 昨天我就是用这样一个小的指向性的麦克风 我就把它连在这个上面 这一个3.5毫米的这样一个插孔 然后用它指向我 昨天的声音的效果就是这样出来的 今天呢 不是昨天的效果不太理想的 今天我就用了另外一个麦克风 这个呢 就是可以加在领子上面的 这个 然后3.5毫米的线插进去 这个呢 我发现呢 我等一下给你放一段录像 它的效果反而更差 差在什么地方 车子开动的时候 速度比较快的时候 它有明显的噪音 就是好像有风的声音 这点呢 好奇怪哦 车子里头 我所有的车窗都关好了 但是能听到风的声音 所以呢 这一点点小小的防风罩 不行 然后呢 车子停下来的时候 等红灯的时候 声音非常清晰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是一个新的东西啊 就是这样 有风 居然在车子里头能感觉到 虽然不是真的风 其实是一种震动的声音 这个学校里头的宿舍啊 都是带着下载啊 家长不差钱啊 这个家长的这种安全 这种意识 总是认为啊 住在校园里头稍微安全一点 所以其他这些学杂费啊 它没有办法乱涨价 但住宿费这一块的话 基本上是不受管理的 所以每年这个住宿费都 涨得非常的厉害啊 很离谱 也就是说同样的价钱呢 其实走出去一点 在校外稍微一点距离就能住到 相当不错的房子 所以大学一年级 基本上它建议你住校 因为这种环境不舒适嘛 然后呢 基本上二年级三年级 很多小孩就自己合伙出去住宿舍 所以呢我明天呢准备就给这个指向性的麦克风 我再给它加上这个防风套 然后呢我准备把它固定在什么地方 大家看我准备固定在这个位置啊 用胶把它粘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稍微远一点 或者是放到这个上面去 这样子我相信呢 这个声音的质量 会比昨天那期节目要好一些 我估计昨天就是因为这个风的原因 导致我的录音的效果不是很好 另外一个方式呢 我看见有人就是把这个大的防风罩啊 罩到这个麦克上面 然后整个一坨毛茸茸的东西 把它放在这个衣服里面 我也看过这样子的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不管怎么样 对我来讲 在车子里面这种震动的声音 就会产生一个风吹的同样的噪音效果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学习到一个新的东西了 好了 那么这样子一个装置 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看由于要使得面向我的相机啊 能对到我 所以这个位置就有讲究 我就没有办法把它放在这个车子的正中间 所以大家看见往前拍角度略有一点倾斜 不是一个相机放在正中间 正对正前方那种拍摄的感觉比较好 所以我有一个大概一个角度 15度看到的是右边的景象比较多 左边的会比较少 这是唯一的一个缺陷 但是从现在来讲 简单起步这个阶段 我对这样一个方案还是比较满意 最后我再讲一下 我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套方案 在户外啊 在车子里头进行拍摄 有多种多样的方式 有的人呢就在这边放一个手机或者是摄像头对着自己 那么你只能看你一个大头在你说话 有的人呢不看见人像 就是只看见车子前面 比如说有的人用GoPro 把这些GoPro的话 撞在这个头盔上面骑摩托车 然后只看见这个你看见的景象 你只要说话就行了 那么我认为呢 比较好的方式就要又能看见你人 又能看见前面的景色 而这个景色最好的就是放在车子的摄像头的正中间 不要放左边不要放右边 这种观看的感觉是最有视觉的冲击力 左边和右边 所以现在我这种配置 唯一的遗憾就是不在正中间 看出去有点缺陷 清晰度不够 这两个问题 如果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可以进行后期之说的话 把一个相机放在正中间拍前面的景色 另外一个手机对着你拍你的脸 最后回去又通过画中画的形式把它结加起来 这种效果就比较好 不管怎么样 一个人出镜跟大家交流 你能看见他的神态 看见他的手势 看见他转弯那个紧张慌张的样子 所有这些都是额外的交互的一些信息 就像我现在坐的车子里头拍摄 跟在家里头拍摄就不一样了 如果后面有辆车子开过去 有老人小孩在还没有走过 有人在这个车窗上面 敲我的车窗张望的话 所有这些都是额外的信息 可能跟我讲的东西毫无关系 但是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看的体验 所以在这些小小的设计上面 要用心去仔细的琢磨 别人是怎么样拍摄的 是什么样的角度 我跟大家讲过 我在这上面花了很长的时间 车子上面应该放几个相机 相机的位置是什么 如果有条件弄好几个GoPro 或者GoPro的session的话 这个有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非常的棒 以后有条件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的话 作为起步阶段 我开始做 我觉得我这个方案就很好 很简单 直接往这一放 插上线 然后如果这个麦克风是固定在这个地方 那么就会有比较理想的效果 在户外或者是在车子里拍摄 声音的质量极其的重要 我们讲过拍摄一个录像 如果你声音都不过关的话 你图像再好 没人看 所以你看我昨天第一期那个节目 其实没有任何的剪辑 就是三段录下来的视频 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那个样子 也没有脚本 我想到哪就讲到哪 当然这是我开始的 比较粗糙的一期节目 以后可能会随着时间 我在外面的经验 越来越丰富的话 我会知道怎么样去讲解 我路过的地方 那样子可能会稍微丰富多彩一点 大家在我的镜头 也能多看见外面的人和景 唯一不幸的是 现在是开始深秋了 然后冬天来了 可能外面的人不是太多 那不管怎么样 我开始了我一个新的探索的 这样一个过程 希望这种新的形式 给我的节目能够带来 多一点点的活力 节目的效果怎么样 只有你才能说了算 所以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 或者是有一些具体的改进的建议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或者通过私信跟我交流 毫无保留的提供你的宝贵的意见 或者是建议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在明天的老胡的长征节目当中 再见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